来自菲律宾的雷卡迪欧修女 来到台湾参观三峡 正在进行的 原建菲律宾检疫屋工程 修女表示看到慈祭之工的付出 更让她坚信爱是可以创造奇迹 慈祭在三峡工厂及道场 为了原建菲律宾风灾 赶工制作检疫屋 经社德英法师特地带着 来自菲律宾的雷卡迪欧修女 进入参访 因为有纱窗的装置 所以就不会有蚊虫跑进去 对对对 修女摇了摇检疫屋的支架 看来清延却相当牢固 祥宾应该可以走得住的 你的心是这种坚强 但甚至更加坚强 因为你不能停止帮助脑人 其实我们是在两年前 高雄的一个研讨会上我们相遇 那他对于我们的一个人文的教育 也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相识了之后 那我们有更深进一步的一个 愿意彼此是了解这个彼此的宗教的大爱 修女也在志工的指导下 戴上手套体验检疫屋的施工作业 与德英法师共完成两根检疫屋的梁柱 佛教法师与天主教修女 这是一趟看见爱的旅程 大爱新闻 珍善美之工李淑慧 吴松山台北报道 都会发生了一个人文字幕 олов一红检疫屋 从头部部到头部到头部到头部